大家好 然後我叫李學謙這樣子 然後我想先問一下好了 這個有參加過國際會議的舉手好不好 會議 我講的是會議喔 就是你不是只是參加個營隊 然後都去跟人家跑攤的這種 是要進去開會 OK 好 裡面只有一個 因為我必須先講一下就是說 這是一個很冷門的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活動性質 就是說你進去的就是說 也就是像穿一個像西裝 不是像穿這樣扮子 是要穿整套的西裝 然後進去裡面呢 跟一群人討論國際會議題 就是說第一個什麼敘利亞戰爭 要怎麼解決 然後還要進去呢 要開始討論商業模式 然後這種屬於是 算是 我覺得算是一個活動裡頭 算是一個非常 非常特殊的一塊 就是說它是一個非常具學術性質 以及非常具有 要具備高度專業性的一個活動 很特殊的一個活動取向 所以 我第一次參加過國際會議的時間 大概是我在2010年的時候 我第一次參加的是那個 模擬聯合國 各位知道模擬聯合國嗎 就是說你是假扮一個外交官 然後在這邊就是說 我代表 I'm a delegate from Syria 或是 I'm a delegate from 什麼地方 我是哪裡的代表 然後之後呢 我現在要 propose 一個 solution 就是說 我們應該怎麼解決 這個西里亞戰爭這個問題 所以就是一群學生 假扮外交官的一個活動 那時候 我是一個念化學的人 所以我參加的是一個國際 一個具有外交系統的活動 我就準備了這麼大一點的資料過去 我想說我 我試著要嘗試在一個會議裡頭 扮演一個具有知識性的一個角色 因為 我進去開了那個會 叫做世界智慧財產組織 然後進去 一個化學的人 要進去參加一個世界智慧財產組織 去討論一個關於這個所謂的 基因 patent 基因專利的一個議題 我進去的時候 結果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準備了這麼大的資料 我連續開五天了 那是連續五天的會議 我沒有打開過半夜 我準備了資料 後來發現 我真的打開過半夜 那我發現是什麼問題呢 因為我當初的一個想法 出發點是 我念化學 基因專利 這不是要很合的嗎 我們非常懂這個技術 怎麼做這個基因技術 以及這個基因轉移這件事 會發現 根本就沒有人想要理你 根本就沒有人想要理你的專業性 沒有人想要聽這個 為什麼 這個重點的專業性在哪 這個的重點的專業性 其實還是在討論 所以 我當時這樣的時候 這是我一個非常大的震撼蛋 因為我為了這個會議 準備了三個月 結果發現一場空 我最後的時候 從第一天的會議 開始做下來 發現沒有我的事之後 就接下來連續做了四天 我去了新加坡 然後之後花了三四萬塊 我就坐在那個會議場上 連續做四天 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後來回到一件事情 發現一件事情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整個會議之中不是你的專業 這種會議活動 其實最重要的是你的英文 是你的英文的說 其實是說 你要怎麼去跟人家討論 你要怎麼去參與別人 就是說我們台灣的教育裡頭 台灣的英文教育最強調的就是讀跟寫 可是基本上台灣的人非常的聰明 可是缺少了最關鍵的那個武器 叫做說 就是說你怎麼去跟人家討論 你怎麼跟人家參與 你怎麼去說服別人 就是我那時候參加國際會議 整個最大的一個震撼 哇 你這個是大家都是講得一口好英文 然後之後來自於巴基斯坦 然後之後他講的那些 就這種奇怪的英文 欸 這歐美人都聽得懂欸 可是我們華人 理工賞 就是爆出台語 理工賞 對不對 完全聽不懂 所以英文裡頭 我那時候學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說英文裡 在這個裡頭 其實真的非常重要 說如果各位對這個國際會議 非常有興趣 一旦踏入了這個領域之後 其實英文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英文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在說 是在說這件事情上 會影響你對於整個 會議的一個參與度 還有整個對於你能夠表現 能不能跟其他人溝通 所以我非常鼓勵就是說 各位如果你要去參加國際會議的人 你一定要把你的口說一定要練得很好 就是說那這個口說要練得多好 你到底要講得多好 其實大概要等多好 大概就是要跟 你有辦法跟人家 就是說聊天 聊天的程度一定要有辦法達到 那怎麼達 所以就是說要怎麼達到呢 我可以建議一個方式給各位 就是說各位有一種方法叫做shadowing shadowing怎麼做呢 你就去播那個BBC 假設你去播一個BBC 或是播CNN 反正他念什麼 你就跟著他念什麼 反正他就說這個 反正他就說這個 這個我們是這個什麼 Welcome什麼BBC 什麼GMAT加8 什麼之類的這種東西 你就跟著他念 你就跟著他念 這種叫shadowing shadowing你跟著他念之後 你久而久之 你的發音就會開 你的發音就會開了之後呢 這時候你就會更了解怎麼講那個英文 所以在這個層次上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來為你的 為你的英文做一個突破 就是去放 然後你就去跟著他一直念 然後之後 直到有一天你做夢晚上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夢中在講英文的時候 欸 代表你成功了 人真代表你會成功 因為他已經代表 進入你到腦中的某一個區塊 所以你用通過這個方式 你可以練習你的英文口說 那就是說再來就是說 參加這個國際會議 其實是一個馬拉松的一個競賽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把這個 參加國際會議的時候 通常需要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叫你的Resume 第二個呢 叫做你Interview 然後呢 第三個叫Assess 這種國際會議 通常都要參加Assess 都要寫Assess 就是要寫一個問題 要寫一個 要寫一些 你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那我剛剛講的 World Month其實是基本款 那我後來去參加 第一個像是在德國 科隆所辦的 那個World Business Battle 或者是一些像是 在新加坡所辦的那個 那個叫BCE小 他們其實都要寫Assess 那這寫Assess 就是關心到你的專業度有關 所以 非常建議是 就是說 你平常的時候要多閱讀 要多想這種 國際 就是說這種問題 什麼這種國際所發生的問題 然後還有一些創業有關的一些問題 平常就要準備 你不可能到那一天 就是說你已經要 summit你的application的時候 突然才發現 哇靠 這個 這一些事故的問題 你打不起來 那其實這裡突然有個最重要的 就是說 除了看你的Assess之外 最重要的其實 是你的Resume 我想這個其實 跟 談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就是Resume 我的觀點是這樣子 這不代表是全部 就是說 在準備這個學生的這個時期 就是說 因為我大概也投了過十幾個Resume 然後之後 就是去年全部投的活動 全部都有上 可是因為一個在美國 一個在新加坡 另外一個在歐洲 如果我全部都參加完 就飛往世界一圈 那這個我預估大概要花二十萬 那我沒有錢 所以有些沒有去 這個Resume 我非常建議各位 一件事情就是說 第一個 你的工作經驗一定要有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的社團經驗 那我覺得我非常建議的是 你的社團經驗跟你的工作經驗 一定要做得深 就是說你的這個工作經驗 大概要能講得出一些名堂出來 就是說 你今天去做一個實習 喔我今天做了一個實習 我可能在你的 你的Resume上面寫的 你的這個 Internship的這個 Experiences上面是 可能只有幾行而已 這其實是不夠 因為就是說 這個如果你要寫個Resume 尤其各位常寫Resume的人都知道 要寫數字 數字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說你今天 OK 你這個Sales這個到底增長了 這個Gross Rate到底增長了多少 這個都是 但是如果你要寫書 像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的 你的東西一定要寫到一個 就是說你的工作經驗 你在裡頭所待的這個長的時間 一定要有一定的程度 你當然要做個一兩年 或者說你長期做個 就是說你在這裡頭 一定要待一個一定的時間之後 你才有可能寫得出這種長度 那我也常跟我的學弟妹這樣講 就是說 你參加社團 你參加西藏補充比較好 所以你哪有型程式比較好 你盡量不要去參 那種 就是說你不要一個人 建好多個社團啊 就是說你這個一個人 建這個社團 然後都呢 這個旁邊又有你 你又是參加什麼 又是參加什麼 你就是專心的把一個社團 把它好好的做好 你把它做好的時候 裡頭有很多的經驗 這是可以拿來寫很多的 因為人家會很想知道的是 你做這個東西 它能帶你為這個東西 帶來什麼樣的價值 以及就是說 你為這個東西 你有什麼樣的貢獻 還有你的創意點到底在哪裡 所以你可以把 RESTMATE要寫得深 你一定要在一個領域之中 要待一個相當的一個時間 也具有一個相當的一個投入度 所以你在寫RESTMATE上面 你一定要把這個東西一定要拿出來 你一定要展現 告訴人家說 你值得來參加這樣子的國際會議 因為我先這樣講 大部分參加國際會議的人 到底是什麼樣子 你可能去參加國際會議的競爭整項 你可能參加國際競爭者 是來自Harvard University的學生 你有可能來自的是 Stanford的學生 你要怎麼去跟他們競爭 尤其是 你是一個 你可能來自的是 像我這個NTA 或是在他們眼中 是阿薩布魯的學校 那阿薩布魯的學校 你要怎麼去競爭呢 你一定要提出 一個你值得競爭的一個點 所以在賺寫RESTMATE上面 如果你要去當一個Applicate 你送出這個Application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 你的RESTMATE上面 一定要寫 一定要寫到 讓人家覺得 你很值得這個工作 值得你的經驗 你的經驗 是值得被採大 那 所以 再來就是說第三個 你去參加國際會議的時候 交朋友 大家都喜歡交朋友 去那邊其實我想真的啦 去到那個場地 你會發現競爭的時候 競爭了半天 然後準備了一大堆 就是為了這個時候 你就發現到那個地方之後 發現一件事情 你的專業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 進去交朋友 Social 其實這樣真的 真的 真的參加國際會議的時候 你要發現Social就是一切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已經有一個輩子 你不是主辦單位 不會讓阿薩布魯的人 所以你今天進來這裡 代表你有一定的程度 你被認可 你被recognize 那recognize之後 你來這裡之後 現在是什麼 Social 好 跟你講 Social是蠻有訣竅 就是說 我的經驗是這樣 朋友不要亂交 這個朋友不要亂交 除了這個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某些外國人的話 那當然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覺得 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要非常注重的是 locality 你已經花了這麼多的事 就是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長遠的投資 就是說 你今天 我就非常建議的是 亞洲人最好 常常會說 亞洲人最好 有些人會告訴你 亞洲人不要跟亞洲人混 為什麼亞洲人不要跟亞洲人混呢 因為你都講不到英文 我跟你講 最常你聽到的答案是這樣的 就是說 你來這裡 結果你花了這麼多錢之後 你來這裡 結果講中文 要吃什麼 你突然跟你旁邊的大陸人說 你要吃什麼 然後英文 對不對 你連英文都還沒講到 要吃什麼 這個 可是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剛好相反 你盡量要找亞洲人 為什麼 各位 你生活在哪裡 你生活在亞洲 你生活在亞洲 香港 新加坡 大陸的人賣 對你的也是最重要 是最能直接幫助你 如果你有一天 要進去 中國大陸的時候 你有個朋友幫你造成 那不是很快就進入了 如果你今天要去香港 你如果有人可以幫你接待 那不是很好嗎 可是問題是 你會很常飛 你會很常飛 歐洲嗎 因為 我覺得這個叫什麼 叫原水救不了近活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因為你最常生活的地區 在大亞洲 大中華地區 新加坡 香港 中國大陸 上海 上海或是新加坡 這種地方 或是馬來西亞 如果你的人脈網絡 在這個地方的話 會幫助你非常的大 所以我的提議 剛好跟這群人相反 我就是每次的時候 先去認識新加坡人 我每次去新加坡 去隨他家 對不對 這個我每次先認識香港 為什麼 因為去香港人 我要去香港 香港人不知道 這個我最常飛 因為最常飛的地方 就是飛香港 反而我這個 我上次去美國 已經是四年前 結果我認識了一堆美國朋友 我一個也沒用上 最後的時候 而且不了了之 因為你Facebook 你不肯一天到晚 跟這些人聊天 所以 我反而非常建議的 就是說 你要完全力向操作 因為這跟locality 這是一個在地化的問題 你生活在的是大亞洲區 你一定要交亞洲的朋友 因為他以後 一定會幫助你非常的多 你不要去 就是說 當然說這個歐美 這個你要認識 這是無所謂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非常清楚的是 你已經花了這麼多時間 你今天來這裡 參加一個 你今天來這裡 你今天 你可能來這裡的時候 你是要遇見你以後的商業夥伴 你以後來 你來這裡的時候 是要遇見你以後 可以幫助你的 你的跪 那那些人通常會在哪裡 通常都 因為你生活的地方在亞洲 除非你以後要移民 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亞洲 你的人脈 你同學都在亞洲 那你就盡量要鞏固 你在亞洲的這個人脈圈 所以就是說 這一切的 國際會議 到底給我的一個什麼樣子 我大概連續參加 就是說 從 100年開始 第一場 然後我大概連續參加了 三年多的 三年多 跑了這麼多場 國際會議之後 我覺得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它可以幫助你去準備你的人生 為什麼 各位知道這個開放一定會有 你一定會有一定要跟全世界的人競爭 當你去某個地方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其他人到底在做什麼 其他人跟你同樣年紀的人在做什麼 如果去過參加過學生會議 學生等級就擁有他自己NGO位 一個學生他擁有他自己的business 你相信嗎 他跟你一樣大 他有一個自己的business 那為什麼他可以 你不行 那為什麼他有NGO你不行 為什麼他可以通到這麼多的人 你不行 以及你在這個世界之中的相對位置到底是什麼 你都可以在這個過程之中 你都可以在這個過程之中 不斷的發現 你不斷的去了解 你跟他人的定位 而這中間有一天 當你出來工作的時候 如果你的視野 是放在這個亞洲區這一塊的話 我相信 結合剛剛上面三個所講的東西 一定會幫你授業良好 好不好 謝謝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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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